创作研究部分要1160 告诉你 研究室要4个 30平米 一个 创作室要 一个大的 两个中的 一个小的 一个大的 两个中的 一个小的 化石 两个60平米的 化石两个60平米的 讲眼听380 还要考虑单独对外使用的可能性 要考虑单独对外使用 图书资料时要100平米 活动时120 这是比较大点的空间 第四个收藏保管部分 要950平米 收藏保管部分 收藏用房 557分三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技术用房 包括办公 休息 鉴定 修复 装表 摄影 复制 这些 行政办公 行政办公部分 要325 这些 后勤 900 还有其他的 这其他的可能交通面积 要2300 那么包括各展厅的观众休息厅 各组成部分的水平与垂直交通 卫生间等 以上各面积均以轴线计 以轴线计 总建筑 总建筑面积 9850 允许 有这么多的 增减 正负10% 涂直要求 看看 有哪些要求 画出 画出 屋顶平面 画出 红线内的各个设施 这些提到的 这几个要素 画出 出入口与道路的接口方式 怎么接的 是用广场接 是用道路接 还是什么接 标出美术馆 屋顶平面和 相对标高 相对标高 标明层速 二平面图 标出各房间的名称 并著名 主要房间的建筑面积 画出 沉重结构的两道 轴线尺寸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 沉重结构两道 轴线尺寸 画出 拮据布置 还要画出 一层平面 所有对外出入口 是内外高叉的处理方式 你是用坡道 还是用台阶 怎么做 这是图 我们刚才看过 最后给个这个 就是由气泡图演变来的 大家怎么读懂这个东西 这是一块 是吧 这一块 应该是我们的核心部分吧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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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是类似于后勤部分 如果这五大块再给他画 再给他 归个类 这应该是一块 这是一块吧 然后这一块 是不是如果你要分的话 也应该把它分出来 这是主体 这是辅助 这是主体 这是 这是辅体吧 那这个词的界定不一定准确 就是这是主 或者是这样 或这样定义 这个呢 是主 这个呢 是刺 这个呢 是辅 这样可不可以 就是主刺呢 就是人主要是干嘛 是美术馆 是吧 主要是干嘛的 看展览的 看对吧 看展览的 所以最主要人在这 两道线 最主要的人 然后其他一些人呢 研究创作这些 毕竟是少数人吧 但是这两个 基本上都是对外的吧 后面的基本上都怎么样 都是属于内部人员吧 这一项三大块一块 大家能不能对总体这块 有个认识呢 就是这个图列出来以后 你在这个细的事情上 再画一下 如果它比较散碎 你还再画 大概要画 基本上这三块 基本上所有建筑都这三块 一个是竹 一个刺 一个符 只不过像这个符 你们又画了三个小区 大了 然后在每一个区区区的里面 这些 这些就是具体的一个个房间了 具体的房间了 但你基本可以看出 像这个 基本上你看 像这个 基本上就没什么联系 但这个有短线的说明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城市关系 程序 可能是一个程序关系 舱品入口 进来以后先建议 让它登录一下 然后修复或者修完以后 要摄影 复制 装表 就入库 这边的画的要该陈列的陈列 该展览的展览 同时要注意一个什么 就是这里的一种关系 你看 画图 画库这块和什么脸的 和陈列脸的 它没有在这拉一个和展览脸 所以说你展览空间和画库空间 能直接靠在一起吗 或者是还开个门 可能就不行 可能就不行 因为你如果是那样做的话 就因为把这个就没有理解 对 因为你画库和陈列直接相关 没有和它反正关系 那么这个怎么办 那这个可能就通过这样转 比如说你要用画的 要搬运 要转存 可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关系 包括这一个大的分区之内 这一个主之内 这个主呢 是这一块肯定是主 如果说这块是主的话 那这块就是什么 就是次了 那这个呢 主次之间的过渡 是不是 如果说这个是主 这个是次 那中间肯定还有一个过渡 过渡空间 同样像这样的辅助的和这些关系之间 辅助的关系 大家注意了 是这个辅助是辅助它的 还是辅助它的 是辅助这个的 还是辅助这个的 那肯定是辅助这个的 所以他俩之间 这个这么大一个 C D E 和这个主 肯定关系更密切一些 和他这个次 可能关系又 输远一些 那么你在空间布置和排列上 又该如何考虑呢 是不是 他俩之间 这个辅助和主之间 肯定也需要有一个过渡 这之间 也需要有一个过渡 它是 这个是一级主 那这个是二级主 这个是一级次 这是二级次 这个是一级过渡 这个是二级过渡 这个呢 也算是一级过渡 这几个大的空间关系 在功能上 就可以界定完了 好 这是我们的任务书 覆盖率是用地范围内的 算的是用地 两道轴线尺寸呢 就是什么叫两道呢 就是这样子 假如说啊 你这不是房间吗 中廊室 然后呢 轴线是两道轴线 是这样子的啊 一个是总的 这是总长 总近身 然后呢 是这样的 每一个呢 这是多少 那这是一道轴线 这是多少 一道 这是指两道轴线 是这意思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呢 这是一道轴线尺寸 然后这是一道 怎么的轴线尺寸 这是两道 翻案设计 你们一般都要做两道 就够了 好 任务书 好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往下继续往下看 任务书 我们了解了 这个任务我们读了 我们简单分析了一下 我们看这一步步怎么来 第一个 任务书的解读分析 明确核心任务分析 另外条件 第一个 南北方建筑的设计思考 南北方要考虑什么呢 这还是通过节能那方面考虑的 南方可能在布局上就分散一些 是吧 考虑到通风啊 这些 阴凉啊 这些 北方呢 可能考虑到以集中式的方式来布局建筑 但是有一点注意了 这个室内的美术馆啊 如果是按分散布局的话 那么这个势必占地很大 占地一大 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它的流线势必就很长 是不是 因为人要在里面游览啊 观看啊 占地铺的一大流线长 这个在美术馆设计里面 视为一技 就比较忌讳这个东西 流线一长的话就容易乱 就容易和其他流线交叉 所以呢 流线越短越经济 越好 空间同时也越集约 所以呢 从我这点考虑的话呢 你如果硬套南北方这种啊 南方要叫散的 可能是散状布局的 北方可能就是 集中的 那这样的话 你套在我们南方这里面 可能就不太合适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综合考虑啊 还是用一个集中式方式来解决它 可能比较合适 那么对于周边环境的分析呢 就是建筑要与环境对话 要成为有机整体 就是这样的要求 那么任务书里面有一个百分之 千分之五的坡度 还记得吧 那个千分之五的坡度的话 就可以视为平地了 没有其他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性的条件 平地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不要考虑它 土方平衡啊 还要挖个坑啊 或者挖土方平衡 不要考虑这些 直接做 同时呢 任务书中还要一个就是 其他重要规定里面啊 就是对于这个无障碍设计 对于这个无障碍设计 对于外部主要条件分析 我们看有哪些 第一个主要人流方向的 判断 主要人流方向的判断 第二个呢 是周边城市建筑状况 第三个呢 是其他外部条件 我们先看主要人流方向的判断 我们看这个 那么就是说这个人呢 究竟是怎么来呢 主要人流吗 这个主要人流和什么有关 和你选择建筑的主入口有关 是吧 我主入口放在这边呢 还是放在这边呢 是放在这个中间这一块呢 还是放在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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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哪一块呢 那么依据任务书的分析呢 就是南边的道路为主干道 就这个主干道 人流呢 来自东西方向 是不是 是这个方向吧 但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人流啊 我们要考虑主要人流方向 对吧 那么从西往东去的 和从东往西去的 这两个人流之间 肯定也有个主次吧 这个主次什么概念 就是人流多少的观念吗 就是从哪边人来得多呢 假如说如果两个对等的话 那么建筑主入口 就应该兼顾这两边 大家说是不是 但在用地概况中提示了 那这个是个近端 还有这里有个公交站 由此我们得出 主要人流怎么样 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这个能不能理解 通过用地条件的给你的提示 首先判断主要人流方向 从这个方向来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判断主人流方向 第二个呢 周边城建筑的城市建筑状况 你看啊 这边是历史博物馆 这边呢是图书馆 这边啊 这边是图书馆 是规划中待建的 就和它相对的 对吧 这边是科研单位 这边是历史博物馆 并且呢 这提出的交口处退上出空地 像对于比较有经验的设计师 看到这样的设计任务 是否就应该想到 这边交口退空地了 这边交口 那么这边交口这一块 是否也应该退出一个空地 或者是花园 与他对话呢 与之呼应呢 这是一共建 第二个 科研单位在北边这一块 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和制约 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制约呢 还有一个就是美术馆 这是美术馆 西边界这是西西边界就这个边界 是否怎么处理 这个呢考虑的是什么 是日照问题 对吧 这边呢是考虑的是与次干道之间的边界界面如何处理 那东部还以为这是绿地呢 又怎么处理 各个不一样的功能用房 这是科研用房 科研用房怎么样 我们要安静一些吧 是吧 安静一些 那么你紧靠他的这一块 美术馆的功能用房 这边要安静 你能不能相互干扰 东部绿地 可视为景观要素 那么就要考虑美术馆什么功能用房 就在这一块更需要踩景呢 这里面 在这 哪一块功能用房更需要踩景呢 大家说说看 大家过来的方 应该就是这些吧 就这些吧 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次的这一块 对吧 他呢 对于景观的要求可能更好一些 因为叫创作研究 是吧 看看景观愉悦心情 是不是有利于创作发挥什么 这是 关于周边城市 这城市的这个周边建筑状况 其他外部条件呢 就是比如说日照分析 主导风向分析 乡里有没有污染物 这些 上空啊 有没有什么飞机航道的限高要求啊 这个任务数里没有提 这个呢 我们就作为次要条件 我们就在分析了 如果提了 你还要分 还要分析 好 这个呢 是作为场地环境的分析 第二个呢 我们看内部条件 内部条件分析的主要就是功能分析 一个呢 是由理向外 制约设计走向的因素 和外部条件 由外向理的制约 共同决定了建筑空间 组织的原则 形式和方法 这句话 大家一定要铭记在心 由理向外 就是从功能决定过来的 我们一开始前面也说了 从功能决定过来的 这个呢 是从外面建筑造型 环境呢 一直影响到功能的 这两条线 是共同决定 好 功能关系图解 功能关系图解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其实就是一种功能关系图解 刚才前面 我们已经在此分析了 哪是主的 哪是次的 哪是一级主 哪是一级次 中间可能还有过渡 这个呢 大家刚才看到那个 是已经优化好了的 那么在此之前 给你的是以泡泡图的形式出现 那么这个泡泡图呢 就初步表明 房间之间的关系网 但是缺乏理性 理性的这个功能秩序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发展成为 按房间大小规模 组成的功能矿图 并以粗息线 表示它们之间的方向和强度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给大家了 这个算是 这个其实算气泡图的优化 但是呢 还不算是一个理性功能图解 理性功能图解 必须要加入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根据它的面积要求 把这个框大概多大 你要行有数 根据面积要求 因为如果你不考虑面积的话 你这个图做出来 是最后会有走形的 就没有参考依据和价值了 比如说你这演讲性 如果你就这么按 就这么做的话 你这演讲性多少 要求380 你这演讲性有多少 一个30 是吧 四个120 你这两个空间关系 是一个关系吗 如果你仅仅就按这个进行排列了 就拿这个图 就来套功能平面 肯定要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没有比例 你没有引入到面积的概念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 还必须要对它深化 对于主要的空间 你要排一排 它之间是怎么样的空间体量关系 就是从泡泡图往前推 推到空间体量关系 这是第一个图解 第二个是功能分区分析 这个功能分区分析 有一个关键点 大家一定要把握就是 一开始千万不要限于对于个别房间 就比如什么的 对创作 这个画饰 这些个别房间的孤立分析 这样的话 就只见数目 不见森林了 所以说按据这个任务书的提示 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功能分区的归纳 比如说大厅部分和展览部分 大厅部分和这个展览部分 可以作为一个功能分区考虑 对吧 那么在给出的 任务书里面 它就是把握为一个功能分区的考虑 那么展览与研究部分 可作为一大分区 就是说展览与研究部分 就这一部分 可不可以也作为一个分区 就是把它俩也纳入一个分区里面 对吧 那么收藏行政后勤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部分 又是作为一个大的分区 我们前面也就说了 这样分区的话 会不会更明确一些呢 就是说在原给你的基础之上 你不要完全拘泥于它 你还要再进行加工分析一下 这是呢 我们所说的第二个 就是 功能分区 的再分析 第三个呢 就是数项功能分区 具有优先权 这一点大家 我觉得在这里重点提出来 一定要记住 尤其对于功能比较复杂的 就是数先数项后水平 这在功能分区里啊 先数项后水平 先数项就是按层分 每一层放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只有两层 很好办 对吧 如果层数比较多 那么你就要先数项一层一层分 尤其对于后面商业建筑来说 就要注意这些了 就比如说我们的上海经贸大厂 一个塔楼上去 每一层每一层每一层之间都不一样 功能都不一样 这个呢就是作为按商业业态 再结合人的这种活动啊 行为啊 心理啊 进行数项功能分区 在数项功能分区基础之上 再回归到每一层进行水平的分区 就是这个 先数项后水平 对于综合性复杂建筑来说 一定要注意这个好景 第二方案起步与构思 好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 把这个再说细一下 就是 凡是不是单层的建筑啊 都应优先考虑数项功能分区问题 那么该期美术馆呢 限高是九米 要求呢 也是按两层去做 那么呢 我们就要先数项分区 后水平分区 同时呢 把这个之间的相互互动关系要搞清楚 那么这里要说的就是 数项分区有哪些原则 这些原则呢 大家必须要 要记住 你们认为这个数项分区有哪些原则 通过哪些区分数项 功能能能结合空间形式的变化 这个是最基本的 是吧 所以这里呢 大家要记住啊 可以说凡事 如果从数项分区来说 公共性质的用法 人比较多的 人流比较多的 对外联系比较密切的 结构比较复杂的 这个空间属性是属于动态的 不是属于那种卧室啊 什么那种静态的 动态的 还有就是功能短时效的 就是功能可能变化比较多 临时性的功能 面积比较小的 这些个空间用法 一般呢 放在近地面层 就一般往低层 底层部 我再说一遍 公共性质的 人比较多的 对外联系比较密切的 建筑结构比较复杂的 空间属性是属于动态的 而非静态的 功能时效性短的 空间面积比较小的 这一类的功能用法 一般往底层摆 或者摆在最好摆在首层 那么反之 放在楼上 那就是私密性的人少的 对外联系不是很密切的 结构比较不是很复杂的 静态空间 大面积的空间 一般呢 往上面摆摆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还要考这个树下分区啊 还要考虑建筑面积 和建筑体量之间的关系 刚才那是最基本原则 第二呢 要考虑建筑面积和体量的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体量 比如说是一个方核 核子 比如假如做两层 我这个分区要考虑面积和体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上下两层啊 面积应该差不多 应该均等 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发现很多用方 我这样如果按你这么说 我很多用方都要放一层了 那我二层怎么办呢 那我考虑两个均衡 为什么要考虑均衡 因为我出来的体量 大概要均衡 如果说我想成为这样的一种 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均衡形态 如果下面一层放多了 二层没得放了 那可能就会出现 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的 或者局部又出现这种 那这种好不好看呢 造型上美不美 均不均衡 总体体量是否均衡 就是出现武器了 那么结合我们这个方案 我们看 它的展厅 大家还记得多少吗 展厅要这个数 3360 研究呢 是1160 你看这两个关系 是不是差不多是3比1的关系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是四个单元区 展厅了两个单元区 陈列一个 研究一个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我们还是作为分的大的单元区 展厅 我这地方展厅 我可能分为两个大区 两块 两个大块 然后陈列呢 我可能分一个大块 然后研究呢 这是研究 刚好面积比例关系 一个大块 如果是通过这样去分析的话 那我们看 如果分 分为上下两层 那我们看应该哪些放上 哪些放下呢 哪放上 哪放下 那么看陈列 陈列和展厅 区别在哪 陈列厅和展厅 区别在哪 我们说陈列 相对于展厅来说 它的空间属性啊 偏静态一些 它呢 是长时效性的 长时效性的 空间属性偏静态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般考虑 把陈列 相对于展厅而言 往上面摆 那我们再看 这一个研究区啊 它是属于中 怎么样的空间啊 根据我们的布局原则 是应该放上还是放下 啊 假如是这样 我们就刚刚三比一嘛 那就是这四块 我们怎么摆 摆两个展厅 一个陈列 一个研究部分 这从大的体量上来说 分成四个大块 去均衡它的建筑体量 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先抓最主要的 先抓最主要的 你把这个展厅部分和研究部分 一个最主要的 这两个就抓住了 你看怎么 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树上分须 往往要 可能有哪些形式啊 那要不我们先定一个 我们有些不好 我们先定一个 陈列这一块 我们先定掉 或者我们把它先定掉 或者我们从这上来说 假如我们定一下 这边是东 这边是西 好吧 这边是东 这边是西 这边是东 这边是西 这边是东 这边西 我们这样定 东边呢 这下面有 什么 绿地 在这绿地 在这 绿地 西边呢 是什么 道路 我们画个断面 试一下道路 道路 你看看吧 应该怎么摆 我们先看陈列 陈列这一块 你认为摆在哪合适呢 注意了 展青要占两块 是吧 展青这两块怎么摆 换句话说 展青啊 假如是展青啊 展青 我有没有这样对摆的 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 这种对摆 你如果是对摆的话 你怎么 你怎么去组织 展展流线 是不是 那展青这种摆法 要不就是 这样摆 要不呢 就是 就是这样摆 可存在对焦摆 不存在 因为你怎么组织 展流线呢 这是泼面图啊 不是平面图 所以这种摆 情况下 一般不现实 展青要不就是这么摆 要不就这么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问题是 我现在 那展青呢 就是还有一种 一种是这样摆 那就是还有一种 那就是 那这样摆两个展 那还有一种就是 展展展 这样摆 这样摆 对 这样摆两个展 要不展厅放这 要不这样放 要不这样放 你觉得哪个合适 哪个合适 你要说出理由来 你觉得哪个合适 那如果是这样摆的话 展厅甩上头去了 你这是什么建筑啊 你是美术馆 主要建筑是展览 再说展览这个 从数量分析上来说 它属于什么 是不是公共性的 人流比较多的 对外联系比较密切一些 因为人要进去出出啊 因为主要人通过门厅 进过门厅以后 直接就进去展厅啊 是不是 这样的话 如果从门厅直接进展厅的话 你是直接进入好呢 在同层直接进入好呢 还是通过门厅再爬一层楼梯 爬到二层上 开始展厅序列好呢 这是动态的 还是静态的呀 你考虑考虑 如果你这么摆的话 你这下面是怎么摆 首先这样摆合不合适 你考虑考虑 如果说就算合适的话 你下面怎么摆 这边是有有景 我摆什么 刚才你们讨论的是 我摆什么 如果我考虑到这有景 我们先定一个最好定的 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我首先这有景 我要考虑到它的观景 是吧 就草坪这一块 是草坪啊 不是打树啊 几十米高 打树是草坪啊 你站在二层 能不能看草坪 所以说这边的话 如果考虑到景观景的方便性 那么这块区域 我摆什么了 我就摆研究那玩意了 研究创所区了 我把这块体量就摆在这了 树上分析 我考虑这么就这样 那如果是这么一考虑的话 那这块就限定死了 那么你看你的展怎么摆 我展这样摆好不好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这地方只能是陈列了 而如果这样摆陈列的话 和我们一般认识上陈列的一种属性 和兴趣相反的 那也就是说陈列 我们可能要知道楼上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是知道这陈列 那对角展厅 这种空间流行的组织 是相对的 不同顺利 那我们的陈列 可能只能放这 这样的话 我们的展厅 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中间呢 用中庭进行联格 在空间上 齐齐一定的延续性 所以的话呢 我们最后摆就是从这方面考虑 就是这个是展 这个是陈列 这个是研究创造部分 这边是做一个中庭 实现一定的空间延续性 你这样的话 比如说你这个展 展过以后 这种空间 我可不可以延续完以后 你组织延续 我做一个 是吧 这种直跑梯 然后我就上来 然后就转了 完全可以的 这两个的空间之间 相对独立 相对独立一些 好 这是两个大块 其实还有一个大块 就是什么 就是门厅 门厅这块 如果作为一个过渡的话 那不外乎 怎么做 我们 我们看看 我们还是看这样看 看一个任务书上 门厅多少 大清要八百 是吧 大清这个还要八百 如果我也把它进行分区概念的话 我可不可以这样 看 从大的分区上 我考虑到体量的均衡 我大清也是按两层去做 我这样分了 我一块分个一千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一千 一千 我们刚才考虑的是 那个展览和创作 差不多是一千 加在过大概是四千 这样 我们先按一千 算个大的概念 那么门厅是一千 二十八百不到一千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要按两层考虑的话 那么从开间跨度上 它肯定就没它面长了 它可能只有这么多 那这个没有 就是这两个加一块 从面积体量来说 是八百 是不是这样 那么呢 既然我这边已经展厅 已经布置完了 这个陈列已经布置掉了 这个是 这个是研究部分 那我们就看这个大厅 就这一块 我们就看往哪放就得了 那不外乎就三个放 一个放在这一边 一个插在这中间 一个放在这一边 那么从平面 如果从平面上来看 可能会有什么情况 那就是 这是一块 是吧 这是一块 如果是放在这一边的话 你就一个放在这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放在这边 放在西边 还有一种情况 放中间 你们觉得这三种 哪一种更合适 这边是东 这边是西 这是东西 这边是东 这边是西 你们认为那种合适 那么如果从过渡空间 从空间的引导 空间的分割 大的空间 体量的整合 考虑 我们可能会得出 还是这种 相对来说 可能更合理一些 那这个我们在后面再看 那这个呢 我们一开始先 把大的功能区块 先定个大概 再次 谢谢观看